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带有剧毒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毒性会越大 每逢打雷闪电的时候身体还会突然地长大 这样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发生在主人公三三身上 故事要从三三出生说起 她的亲生父母是一间化工厂的工人 母亲在生下她后 在亲了孩子一下便去世了 她的父亲从医院将孩子接回家中 在喂奶的时候试了一下被三三咬过的奶嘴 下一秒就跟妻子一样蹊跷流血而亡 三三似乎成了天煞姑息 没了父母的三三被善良的医生林南收养 林南一家都是知识分子 她父亲林飞是市长 母亲张兰是环保局局长 林飞对小孩很是欢喜 张兰却对这个陌生的孩子心怀戒敌 家里的猫在三三第一次进家门的时候 就一直是分警惕 平凡的日子在一个雷雨天被打破 林飞外出工作回家 发现鸟笼里的鸟全死了 她质问林南给鸟喂了什么 林南只说是普通的饲料 对此事更更晕晕的林南在床上辗转反侧 她想起了之前三三父母死去的场景 还有今天用三三喝剩下的奶 倒在了饲料里的事 她拿起桌上还有一半的奶瓶 好奇心驱使她想要尝一尝 不料被一旁守着的猫拍掉了 之后猫不小心舔到了 撒在地上的奶 瞬间倒地一命呜呼 屋外雷声大作 还在强保的三三哭嚎着 她的身体突然暴涨 衣服被撑破 再爬起来 已然是一个三岁儿童的模样 林南被吓得晕了过去 第二天三三被送往实验室隔离做检查 被输舍过三三口水的小白鼠 统统当场死亡 医生说 目前能确定的是三三的口水有剧毒 每到雷电交加的日子 身体就会异常生长 医生给三三换了七次血 也没有将她体内的毒素排出 从此三三就被养在实验室里 不准与外界的人接触 林南特别疼爱三三 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个时候的三三毒性还不是很强 直到又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到来 独自在实验室里的三三第二次进化了 在音乐会跟男友约会的林南 一听到打雷就放心不下三三 冒雨打车赶回实验室 果不其然 看到了长成小学生模样的三三 随着身体的暴涨 三三体内的毒性越来越强 就连流下来的眼泪也含有剧毒 没人敢轻易靠近她 林飞请来了最好的医生为三三治疗 但都没有任何效果 过年了 三三想要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回家过年 但她因为身份特殊 一直被关在实验室 林南于心不忍 还是将三三带回了家 张兰虽然同情三三这个孩子 却在林飞接触过三三之后 拉着丈夫赶紧洗手 在她眼里 三三比化工厂的废水还要毒 所以三三只能在一张小桌子前 独自吃饭 原本应该团圆欢乐的日子 却只能分桌吃饭 林飞越吃越心烦 让一家人都没心思再吃了 三三知道是因为自己 家人们才会不开心 她内疚地低下了头 脸上也没了笑容 她不快乐 在回实验室的路上 看到有调皮的坏孩子 那些小孩看上去很开心 于是她回到实验室 效仿调皮的小孩搞破坏 气愤不已的林南 意识冲动 打了三三一巴掌 三三马上跟养母道歉 承诺不再任性了 后来 林南因为担忧三三的事生了病 得知此事的三三 带着亲手摘的花 来探望养母 但林南的男友 对三三一直有着怨恨 因为三三影响了 她和林南的婚事 还害林南生病住院 她不喜欢三三 于是将那些花 抢过来扔了出去 受到打击的三三 夺门而出 她跑进隔离室 搬来重物 将门堵住 不让其他人进来 到了深夜 三三等来了 她第三次进化的时刻 电视台灵明后 林南等人终于破门而入 林南心急地想要找儿子 见到了的 却是已经长出 20岁模样的三三 如今的三三 连皮肤表面都含有毒素 被她碰过的水 瞬间成了毒药 林南精心照顾的花 全在三三手下枯萎了 她想用水洗掉身上的毒 但沸腾的毒水 让她更受打击 她仰天咆哮 三三已经彻底 不像一个正常人类 愤怒的三三 拿起棍子 砸毁了所有花盆 每砸一下 都是她对这个世界 不公的宣泄 失去理智的三三 差点攻击了 前来劝解的林南 很快 研究院的警报响起 武装部队火速出动 包围了发狂的三三 一位想要袭击三三的武警 不小心被她抓伤 当场就毒发身亡 倒在三三面前 这一幕 让不知所措的三三 冷静了下来 她因故意杀人罪 锒铛入狱 之后 林南来看望她 本以为看见希望的三三 却瞧见林南戴了手套 她一是不想伤害养母 而是觉得自己 甚至不配活着 夜里被关着的三三 再次发狂 她用自己身上的毒 腐蚀掉了铁门 三三越狱了 武警收到消息后 展开了全城追捕 四处躲藏的三三 爬进水利工程队的卡 车出了城 紧紧辗转 来到了黑龙潭 这个地方 有没有被污染的水源 身为市长的林飞 早就有计划 要在这里搭建水利工程 将黑龙潭的水 引入到城里使用 三三遇到了一个 善良的姑娘 名叫玉儿 好心的玉儿 见到三三无家可归 便可怜她 将三三带回家收留了她 电视上正播放着 三三的全程通缉新闻 玉儿的父亲是个舞痴 以为三三是练就了 什么神功 才生患剧毒 不但没有举报她 还想着跟她习武 玉儿知道她的身份 和遭遇后 没有嫌弃她 反而觉得她十分可怜 几日的相处下来 两人互生情愫 三三紧记自己身上有毒 从来不敢触碰玉儿 生怕害死了她 玉儿为三三 编了一个花环 戴在她头上 转眼花环就冒出烟雾 然后烧焦了 玉儿提议 让三三到湖里洗掉身上的毒 她说 他们这里的湖水很干净 肯定比城里的水有用 三三听了玉儿的话 到水里去洗澡 没想到 她所到之处 立马就沸腾了起来 原本纯净的湖水 已经被她的毒素污染了 不巧的是 这天正好是雷雨天 三三洗到一半 天空便以雾云密布 打起了雷 三三不受控制的变异 冲着被吓倒在地上的 玉儿咆哮着 她扑上去 想要撕咬玉儿 突然 她的理智回来了 慢慢清醒的三三 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玉儿见她痛苦的模样 内心很是心疼 她主动亲了三三的额头 三三也回应了她一个吻 就这样 玉儿就在痛苦中死去了 三三抱着玉儿的尸体 在大雨中痛哭 她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 一出生就害死了亲生父母 所有爱她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因为这副剧毒的身体 她甚至不配得到 任何爱和幸福 天下之大 却没有她一人的容身之处 继续活着 也是毫无意义 三三抱着玉儿 爬上了山顶 她经过的地方草木皆枯 甚至起了山火 灵难一家 试着跟武警部队 找到了三三 在至今的注视下 三三被闪电击中 灰飞烟灭 对于三三来说 这或许 是她最好的结局 她终于不用再忍受 命运的折磨 至少她在死前 还得到过一丝 真挚的温暖 《独吻》这部电影设定十分夸张 运用荒诞片形式处理环保题材 但却给了人类一个深刻的提醒 陈肺病 癌症村 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 他们体内的毒素 虽然毒不死身边的亲人 但是 他们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就要为环境污染买单呢 时至今日 污染话题也从未停歇过 人类的贪欲没有上限 得到的 只会是大自然 更无情的报复